在国足世余赛仪式阿联酋举办之后 亚足联发布官方通告称 要求中国足协负责关岛国家队 亚足联在中国赛区的官员 前往阿联酋的差旅费用 此外中国足协还要负责其他参加世余赛的协会成员 以及比赛官员在阿联酋的差旅费用 叙利亚足协则要求中国足协支付 同组其他对手前往阿联酋参赛的机票费用 对此中国足协表示 他们不承担A组其余球队往返阿联酋的交通费用 中国足协表示 亚足联给A组各参赛队会员协会发来的邮件 是再次重申和确认A组胜余比赛的主办原则 中国作为赛事主办方承担所有参赛球队 在比赛地的时速交通 各参赛队到达比赛地的往返交通自行负责 中国足协指出 目前在中国的关岛队和亚足联竞赛官员 将会和中国代表团乘坐同一架包机 在明天下午1点从上海浦东出发前往迪拜 由于中国足协目前依旧是本次40强赛承判方 虽然比赛转移至阿联酋 但依旧居承担东道主义务 中国足协将承担在迪拜的竞赛组织 信号制作等事务 并享有该项赛事的商务权益 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媒体版权权益 珍衍